国语有生善书 群仙家言录 主著先佛为白阳先佛 祭功活佛乐会菩萨院长大人 广泽尊王问曰 有很多点传诗 恐其后学误入邪道 禁止后学阅读非指定之书籍 请问和尚 此对吗? 胡尹和尚答曰 这都有得失 现在人心奇巧 欲禁止看的书籍 他们欲想看 这是现在社会好奇的心理作用 要巩固道盘的最好捷径 莫过于领导人自己充实道理 以真理及修养来感化后学 池中有水 自可以养鱼 池中水干 鱼儿避避 天地自然的原则 超生了死之道 在鱼之真理 守真理 行真理 而无为也 放下自心所长之妄想也 有的典传诗字云 他是天 他是代表天 所发出之命是天命 后学若不从命就是逆天 这是对吗? 典传诗代理上天之明命 传道是对的 其有天之明命 其行为就要有天之道德 其所作者就要有天之真理 若是后天人心所发 则非天之明命也 无否引力恐夫子 与曾子之问答 曾子曰 敢问子从父之令 可谓笑乎 子曰 是何言语 是何言语 是私父之令 是对的 其子应该顺从之 才不失其孝道 其父之令 若是错的 其子应该不可顺从 才不失天理 虽然不从 亦不可失境 才合乎天之真理也 天命之真 宜从之 非命者该不可从 而是又静不为也 人是不是动物 禽兽之类 是不是动物 是的 人当然是动物 禽兽之类 亦是动物 人禽兽等都是动物 应该人也 不可欺武禽兽 才对 是吗? 人人是高级动物 禽兽是下级动物 因为其聪明人类比禽兽为高 为了表达其分别 才称名为高级动物 与下级动物 其实这都是老母之灵 怎可互相残杀而欺武呢? 故人不可欺武禽兽也 会互相残杀 互相欺武 则为之失去天性也 其实天性不会失 则是天性被蒙蔽也 一定要亲口吃素 无极礼天是纯阳无音之境界 有音质之人不能到达无极礼天 后面有求到的好处 哟 无极老母垂次班礼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极元灵园 于武庙明正堂 并斥准众生执灾元灵树 指派一仙照拂众生遗执之灵树 望大家把握机会种植 种植元灵树 可避一元灵光彩 武神安宁 六脉条和累积六年者 可驻及无极正道院 可去礼天修行 求到的好处 真实不虚 一 求到后 仍记得三宝 且功过相抵后 为功大于过 可回天接受正果考验 通过后可入天佛院 弥勒佛国 无极天 或诸佛净土 二 求到后 上天会派一位护法神随身 但若退失道心 护法则离开 亲口后 则又多派一位 三 求到后 去佛堂班会听道理 在地府或地狱 受苦祖先 可到现场接受法语滋润 四 清口后 减缓杀业讨报 诚心可获得无量福报 但以萧自身六万年来业障为主 了业回天舞 修道后有许多考验 通过考验可抵萧业障讨报 又可晋升自身道果 一举两得 诚心修道者 祖先可脱离受苦 至地藏古佛处修行 六 太多好处 法会听课等于增进智慧 班会服务等于累积功果 早晚献香等于永续会命 清口如素等于福德俱全 度人修道等于功德无量 七 求道后 一生不退道心 不离佛堂 心中有道 不害人 不骂人 不破坏道物 往生后 三观没通过 可免去地府地狱 可去寄功活佛的净土南平山去修行 当时 赶紧 请不吝き赶紧 太多了 不胜养 感谢慈悲开示 我们一定要吃素 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叶 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到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子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的话 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横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横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中文字幕里面 大鉴洗市 几万年早想 不过 南無二三個 南無二三個 二三個 南無二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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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於天使緊急 應趕緊行善度眾 以氣天心 目前 南天直俠五妙明正堂 虛元堂 一赤拱橫堂皆虛大家三師互持 期望眾人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親自護法 資訊可知聖堂網站詳閱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或分享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記得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未來會隨時公布新的影片哟